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综艺各方面都做得很好 他爱repeats 最近看了一些粉丝大战的言论 不置可否不做表态 说实话 作为一个门外汉 不说其他的 一个东西做得好 那是会给人带来情绪上的感染 在一波的身上 我感受到了 美感 气氛 情绪 肢体语言 以及过硬的技术功底 在床上被敬略到垂床的快乐 我想必懂者是自懂的 我个人觉得 这个节目给人一种积极的力量 就很好了 不要去比较世俗的一些东西 舞蹈 艺术 原本应该很纯粹 他的舞蹈我觉得受服装影响 加上他脑袋小 个子高 看着并不是很习惯 但是他努力的奋发精神 传递给大众了 这就是成功 他对音乐的理解和预判能力 也让我很惊喜 尤其是和王嘉尔battle的那两段 玩音乐的感觉 不是用动作去套音乐 而是音乐和动作融为了一体 氛围就会上来 门外汉是看着节目 只能够看感觉 我觉得他有招 动作流畅 battle有气势 王一博路好 觉得以前低估了他的舞蹈水平 几场battle都反复看了 就是五个大字 这就是街舞 他在用舞蹈诠释自己 诠释热爱 不过很多自称王一博粉丝的 有点迷 在许多人夸别人 暗扁王一博的 所谓专业人士的文下面 说他是有什么什么 不足名次啊 不重要啊 玩得开心啊就行了 我想啊 大部分人都不懂专业 也不知道哪个专业分析是公正的 是粉丝就大胆地 写出自己的心声就行了 孩子舞蹈好 battle棒 干嘛会那么小心翼翼的呢 王一博这样一个热血不激的青年 他的粉丝应该也是爽朗明快的 不比较 不贬低 表达各自的喜爱就是了 很多所谓的自称专业人士 暗扁王一博 哎呀我只能够说 王一博石红太圈粉了 谁还记得啥名次呢 看他跳舞啊 就是很热血很燃 很接舞精神 那些所谓的专业人士 自己都不会跳舞 或者是小白装得像 业内大佬似的瞎点评 你先会跳舞 跳舞王一博你再来点评 还有幸福力 人家有团队铺路 节目还没播完呢 问题就出来了 接着呢就直接的有专业人士 甩视频 甩分析了 粉丝又傻白甜 不遗余力的在人家建造的高楼大厦嘛 天砖加瓦的 王一博的粉丝真的很难 因为太在乎了他吧 毕竟是和他一起走过巴巴的人 那段暗无天日 差点就要被迫的退出娱乐圈的日子了 粉丝心里吧 是一万个尖叫 王一博是最棒的 但是不敢说呀 就怕给他招黑 看到第二期非常感动 王一博真正的injoy进去了 完完全全的放开了自己 想跳什么跳什么 彻彻底底的做自己 尤其是最后一轮的时候 狮子男的胜负欲非常有张力 这样一个能够让他做自己的舞台上 一个是极限青春 这一次也希望他玩的开心 真的经典 看完第二期 当晚是激动的睡不着 周日又刷了一整天王一博的街舞 太上瘾了 而且他真的很有梗 整期小编我都看了 关于参赛舞者 特别有记忆点的 几乎都是王一博的街区的 王一博还是太自我 明明会说话 就是懒 不愿意接话 显得嘴笨 有点对不起他在天津巷上的四年 王牌综艺出来的 一点综艺感都没有 可见再全能的艺人 也不能让所有的观众满意 小编我朋友在我案例之下 看了街舞第三季 说王一博最不放松了 有时候显得尴尬 不如钟翰良游刃有余 也有几分道理 一博还是要再投入一些 虽然知道工作多 可能他脑子真的撞不下了吧 是Kim那场 最后拖鞋倒下的场面 从一开始的扯帽 然后降息拽人 到最后拖鞋仰面 就那样直直的倒下去 简直是一场 mini gym 有首老的摇滚歌曲的 名字叫做 一颗子弹打中我胸膛 就是那种感觉 狂暴而易碎 带有竭力一战之后 颓然脆弱的美 看倒下的那个镜头里面 一博直勾勾的望天的双眼 太让人共情了 简直像一部电影 为了看王一博跳舞 冲的优酷会员 陆坑是无意当中 看了陈行丽的见面会 他跳了一段舞 一博是挺有魅力的一个人 是我羡慕的一个人 因为他能够 让他自己喜欢的爱好 做到专业 这样的人生太充实 而且也丰富多彩 其实很早就知道他了 在他刚成为天天相上的主持人 就知道他是个组合的 但是当时实在是欣赏不来 韩世花美男的造型 也就对他有所偏见了 以至于连看了很多年的天天相上 也没有继续再看了 看他的舞蹈入坑之后 才去看了陪你到世界之巅 人喉是非多 在游乐圈中这样的情形 更是习以为常 一人常在镜头面前的 每个细节都会被无限放大 但同时也是有好有坏的 近日在天天相上的 最新一期节目当中 赵丽颖与王一博的镜头 又被网友黑了 这期天天相上的嘉宾 是邀请了热播综艺中餐厅的成员 这也是赵丽颖付出之后 首次参加的综艺 并且担任了常驻嘉宾 另一来到中餐厅 还可以与王一博 一起宣传新剧有匪 对于这部剧 也是网友心目当中 万众期待上瘾的 很多人都担心 王一博与赵丽颖的相处 因为两个人都是直男直女 一个是赵小刀 一个是王怼怼 但是没有想到 两个人相处的还是不错的 从这期天相上当中 就能够发现 一博的话明显多了 而且还很照顾丽颖姐姐 这对王炸姐弟的组合 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在节目中王一博 对待赵丽颖的细节 你有观察到吗 跟小编一起来看看 这对姐弟的片段吧 在节目中主持人问两个人 你们两个见面对词吗 一博说 我的词多一点 基本都是我的词比较多 汪涵问道 平常聊天吗 一博说 后来熟了之后聊 丽颖说 后面聊的时候是聊两句的 接着汪涵问 你们拍戏的时候啊 丽颖请你吃过饭吗 赵丽颖看着一博 像是在说 你好好回答 我在看着你呢 一博就说 嗯 然后前锋就补刀说 哎呀一看 这就是没请过呀 丽颖看着一博就说 请过 然后这个一博又说 嗯 有有有有 汪涵又反问赵丽颖了 那一博请过吗 丽颖颖说 她在减肥 一博尴尬一笑 没想到啊 一博也会用减肥的借口 这两个人对话太好笑了 这期的天一笑商节目组 特意准备了全国各地的美食 然后王乍姐弟为一组 在煎饼骨子的屋里边的时候 赵丽颖问一博 加几个鸡蛋呢 王一博说 两个 丽颖说 哎你太瘦了 加三个吧 后来又追加了一个 真的是大姐照顾小弟 能够补充营养的时候 就绝对不放过 后来去吃螺蛳粉的时候 因为赵丽颖 还从未尝试过螺蛳粉的味道 一博就强烈的向丽颖安利 真的特别好吃 初体验螺蛳粉的丽颖啊 就开始纠结起了她的毒因 在丽颖纠结毒因的时候 一博搞明白这个问题之后 用耐心的给丽颖解释 后来丽颖呢 在尝这个填螺的时候 一博又贴心的帮姐姐拿纸巾 女孩子呢 也帮她按住了纸巾盒 两个人都很有细节哦 值得被大家喜爱的 在螺蛳粉做好后 一博从丽颖的手里接过来 把碗放到了桌子上 非常的绅士 丽颖在吃了第一口的时候 小表情亮了 这个表情也是非常的真实了 丽颖一脸欲言又止的模样 然后一博问她 哎怎么样啊 不习惯啊 二人开动之后呢 赵丽颖觉得酸臭酸臭的 一博呢则表示酸度不够 而王一博又觉得 哎呦好辣哦 颖保呢却毫无感觉 认为不辣 品味完全相反的姐弟 不过呢 很多网友都被王一博的细节而宣粉了 再来看到丽颖姐姐的粉条 太长了 还会帮忙夹到碗里 帮忙递纸巾 掀开帘子 还带丽颖去各个房间吃好吃的 两个人边吃边溜达 看到火锅屋 还对丽颖说 你爱的火锅耶 这次节目中的王一博 不再是王怼怼了 发现她的另一面 她在丽颖这里表现得非常温柔 可能呢也是因为 不会被节目组组CT吧 因为知道丽颖已经结婚了 所以可以在对待女嘉宾的时候 展现自己温柔的一面 这期的天天向上 一博呀真的是温柔至极 她对丽颖说的 不习惯啊 相信很多网友都算了 但是呢也还好吧 毕竟丽颖已经结婚了嘛 但是你们还记得 她曾经对于宋祖而说嘛 你家人没嫌你烦吗 哎呦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王一博虽然是直男没错 但是他直男的温柔是隐藏在骨子里的 从来都不愿意表露出来 他只会把自己的温柔留给自己所爱的 可能王甜甜在以后 真的遇到生命里的那个人之后 会比现在还要温柔 两个人也是因为合作有匪这部戏 而成为了聊得来的关系 作为一个男生 对女孩子保持温柔 绅士风度也是应该的 而且还是很照顾他的姐姐 到了天天向上 王一博的地盘之上 理应是要好好招待的 除了一博的粉丝 相信又有很多路人 因为他的这句 不习惯啊 而喜欢上了他 注重细节的男孩子 也值得被人喜欢 这样的男孩一定会凭借着 自己在娱乐圈当中扎根 也希望这部有匪在上映之后 收视长红 一博的细节也是绅士风度的 他的温柔都藏在了细节里 还有很多可爱的粉丝说 虽然一博对熟人话就很多 但我还想说一句 月老 麻烦法 赵丽颖和冯尚峰的红线 换成钢筋吧 太可爱了 不过呢 大家也不要瞎想啊 专注看剧里的CP就可以了 出发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